这拳很弯的 东科也比较快 可以吧 还有刁那个蛹出来了 估计有些蛹被冻死了 刚看到那只刁蛹出来了没 抬着那个蛹出来 估计是拿去扔掉 其他时间很冷 最低温度有个三度 再欣赏一下我们就开始判刀了 好了我们现在马上排他 大家在山里用后一定要注意防火 大家在山里用后一定要注意防火 他挖了哈 我先拿出个口袋 放在山里面 戴个手套哈 这样安全一点 因为有些直风没有熏到 也有可能你压到它的话 它会遮你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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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可我拿你去 找不到洞口吧 这群应该没有被猫猫掏出来的 应该可以 找不找洞口吗 找不找洞口吗 最近下雨太粘了个底头 洞口在哪去了呢 我的天 在最后边洞吗 洞口在哪去了呢 洞口在哪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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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的准点 在哪里 谢谢观看 没风涌 地饼是没涌的 里面应该有 现在已经是冬月间了 第二层的第三层是没有 这是冬月的 是几号来着 第三层是没有 第四层 第四层没风涌 这层风很大 去除了 哇 第五层也没有有点点 可惜 看到吗 朋友们 这么大 很大 哇 妹妹 空的 这层风应该早一点发现就好了 早点发现绝对是大货 朋友们这个大袋子一袋子可惜都放空了 我们清理一下老风 好了朋友们清理好了老风 先来看一下收获这群很大很大 如果找个十千左右来弄 这群绝对有个五六斤左右 可惜了哈 看到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层 十二层加上那边有五层是空的 这群有十七层 哎 给他看一下这个 有大多大的那个货 这很大 应该早点来整早点来发现就好了 嗯 早的时候没发现 在这里走了好几回都没注意这里 好了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